这个道路我觉得不建议大家走 因为太难了 吃的苦太多了 新加坡演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北京艺术家石立峰 很高兴再次与大家在新加坡见面 这十多年里面经常来先 具体多少次记不太清了 这次是为了举办我个人画展 我作品风格 主要面貌是以红色的小人 表现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情感表达 代表我内心比较渺小 或者是比较脆弱 或者比较自卑的一个心理 92年毕业以后我就来北京 然后我们这个市场 艺术市场其实是在国内接受不了 05年中国艺术家 开始在西方和东南亚这边销售作品 新加坡这边对我人生是一个转折点 人生的第一个个展从07年开始 就是在新加坡做的 这次南方画廊约我做这个个展 使我有一些一直没舍得出手的一些作品 各个时期的和不同种类的作品 大概带来有27件 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应该给有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 我梦想其实就是当一个画家 这个道路我觉得不建议大家走 因为太难了 冒险太大 我好多同学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工作还是很重要 因为我这个我说很多苦你们理解不了 2000年之前艺术家是很难生活的 确实是食不上饭 就靠我朋友写街机了什么的 其实有一次卖盒饭的时候 我当时是没钱满 画画就是石老师的精神世界 也是他的一个避难所 对于石老师来说 他的生命跟画画是融为一体的 我有时候也分不清 他是把生命投入到画画当中 还是说他用画画来逃避他的现实生活 他说现实很痛苦 他只有在画画当中才能感受到一丝的快乐 06年左右市场开始好转 开始有一些厂家开始收藏我的作品 甚至可以达到六位数的高价 我有今天大家羡慕我 其实他们也不敢走这个方向 因为吃的苦太多了 每次国际性的展览都很不简单 因为这个涉及到物流了 时间管理了 还有一些很多的细节 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 这次特别感谢李小姐和她的团队 帮我们把这实行促成 这次来新加坡很荣幸参加 石立峰先生的作品的个展 他的作品呢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人物和背景以及这个环境的关系 这个画面表达非常的有那种 不可言说的一种情绪 包括他的用笔 用色 包括画面上出现这些形象和符号 在他看来就是美好的理想 跟现实中的人的这种生存状况的一个表达 新加坡演的观众大家好 希望你们这次来能参加我的展览 感受到我新作品能够打动人的情感 并预致产生共鸣 当然我也希望我的作品能找到新的藏家 把它带回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不仅是对我作品的肯定 也能让我具体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